彎彎的調一下他的姿態再插下去 你自己調喔 基本上上美術課 秀出完成品的小提燈 對於九歲的洪志豪來說 光是要拿剪刀剪斷花材 插進紙盒 專注在細部的靜態活動 本身患有注意力不足的他 要能靜靜坐下來很不簡單 這是一個製作無教的材料 真的喔 在協會一年多 媽媽看到了孩子的改變 身為單親媽媽除了志豪 上面還有兩位哥哥要照顧 相較洪志豪和媽媽比較熱絡的互動 哥哥洪威傑或許因為害羞 沒有說太多話 原來多年前 洪媽媽沒有能力 獨自撫養三個孩子 兩個大兒子暫時交遊家福照顧 直到屏東要外協會協助 讓洪媽媽在協會的餐廳工作 才順利把孩子接回身邊 三兄弟也能團聚 在熱紅紅的廚房忙進忙出 熱得滿頭大汗 支撐的動力就是三個可愛的兒子 有了協會當後盾 他不再一人奮鬥 他來這邊其實都有學規矩 不會像之前他之前 把他做的就是會大哭大叫 把人撞牆 變得很貼心 然後知道說 他們就是要乖 我們也要學習 怎麼去照顧這些孩子 以前是把功課看完 現在還要照顧他的情緒 還可能甚至有些家庭的問題 曾經是中措聲的創辦人林金展 直到當完兵後 轉念希望能回饋社會 建立客服班 但每個孩童的狀況都不同 不只顧客業 還包含心理輔導層面 現階段的失資和社工有限 成了一大挑戰 TVBS新聞放置成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